第一位女主人公,来,有请 张卓26岁,文案作画 有请 你好 你好 跟王菲的关系是 我们是初中同学 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初恋吧 她是你的初恋 对 你现在跟她的关系是 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到什么程度 无话不说 还有呢 有一点点喜欢她 王菲现在这个女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站在朋友的角度上讲 如果她对王菲不那么认性 然后很多事情看开一点吧 我觉得两个人还是蛮般配的 上一个女朋友呢 上一个女朋友管王菲管得很严 然后不希望王菲和我们一些异性的朋友啊 或者是同学出去玩 好像王菲的最亲密的异性朋友就是你 对,就是我 因为我有看资料 说她女朋友的一些这个女性用品什么的都是你帮着买是吧 对,因为那时候比较男生不方便嘛 如果说王菲是一个单身汉现在 还没有女朋友 你会主动向她表白说 我爱你吗 应该会吧 如果说你跟她的友情影响到了她现在的这个感情 你愿意远离她吗 我觉得我没有影响到她 如果你的男朋友 如果你的男朋友跟她的异性朋友吃一碗面 喝一杯水 喝一杯水 很亲密的就可以这样搂 你接受吗 应该不会接受 王菲好像跟你就这么亲密 没有 一碗面是拨出来吃的 然后水 有的时候一起出去玩 然后没有水了 我就上一瓶了 然后搭了 你跟王菲怎么叫 怎么叫 傻的 在心里其实还是挺喜欢这小伙子 是 这小伙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给我们描述一下 挺傻的那种 然后他很实在 是那种很义气的男人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会给他表白吗 今天就是机会吧 应该会吧 毕竟我是单身了 那给你抢过来 谢谢你 请休息 谢谢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那个叫王菲的 27岁的男孩子的 第二个爱他的女人 有请 前文 今年26岁 是王菲的前任女友 你好 表片里面说 谈了四年恋爱 是吧 对 分手是因为 你要跟他分的是吧 是的 哪年分的手呢 大学毕业 原因是什么 那时的他不太成熟了 只懂得玩 更多的 没有什么责任心啊 什么关于工作很少 所以我觉得不太成熟 你跟他分手之后 自己有没有再教一些 你认为成熟的男友呢 有 我觉得都不如他好 说你现在想回来找他 要在一起是吧 是的 我知道他身边的异性很多 但是我一定会赞赏他们 我不会放弃 他现在其实也有女朋友了 你也不放手吗 不放手 为什么 如果他们两个之间 没有问题 我对他们造成不了伤害 我也不会 能插入他们之间 你的意思是 现在你插入他们之间了 他们俩打架了 为什么打架呢 因为我老给王菲打电话 有什么事 之后我就找他帮忙 他会去吗 去 你在跟王菲谈恋爱的时候 知道有一个叫张博的人吗 知道 也知道 知道 那个时候张卓打电话 他也出去吗 出去 也出去 你那时候心里舒服吗 不舒服 你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吗 很多打架都是因为他 原来你们俩打架 都是因为小张 对 现在王菲跟他的 现任女朋友打架 都是因为你 是吧 对 你怎么看待他这种 跟女朋友老师 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 是最适合不过的 今天来这儿 是为了向他表白的 是的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好男人啊 来请回 请休息 下面是王菲的第三任女朋友 她的名字叫王林 来 有请王林 掌声有 三年了是吧 现在有什么矛盾 就是因为他跟他这些 前面的女朋友 这个编辑不清吗 是的 你怎么认识这个小伙子 买车是认识他的 你去买车 对 他是销售 对 就认识了 对 然后呢 有一些困难他帮助我 渐渐我们俩接触多了 嗯 就是慢慢的就相恋了 你后来同居了是吗 嗯 跟王菲 跟王菲相处到什么时候 觉得你们俩有些小问题 近一年吧 怎么了 跟前任女友的西处 觉得我们俩的矛盾就西化了 这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他挺吸女孩子的 他很阳光 嗯 他有责任感吧 有责任感 原来 什么时候没有的 呵呵 渐渐的觉得他就没有了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想证明我就是塞在线任女友 证明给谁啊 证明给所有人去看 这还需要证明吗 就说我是他现在的女友 这个事都需要来证明一下 我想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前女友有些事情不该去说 你现在有些事情不该去管 你应该站出你的立场 摆我的位置摆清 那如果什么事 你们俩要纠缠 那我呢 行 谢谢你 请休息 三个女人都说了 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印象 今天我们的方式要改一下 我们进到下一个环节 才请出她 让老师们 向这位优秀男人来提问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真心丘比特温卷 来掌声请出王妃 王妃二季七岁 天津 汽车教授 年收入八万 来 也请 你好 在你心里怎么看待 这三段感情和三个女人 实际上 就拿张周来讲吧 她我一直都认为 她是我的最好的一个一性朋友 天文呢 当然说是大学时的女朋友吧 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是说不代表我们就 就此断绝不再联系 王妃是我现在的女朋友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今天为什么来这儿 主要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除了现在的女朋友之外吧 再接触其他的一性朋友 他们就会对我很反感 他们是谁 是这三个女孩吗 怎么说呢 主要就是指的是王妃 实际上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把别人的所有的这个 就是我周围朋友的事呢 都看成是我 甚至比我自己的事 都要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那两个女孩 好像没有把你当好朋友啊 人家都是说 有机会要向你表白的 像这个张卓 或者说是天文 你想他们来找王妃 王妃那个有个事 能帮我一下吗 你说如果说换作 您的话 您能不去帮他们吗 还真得分事 尤其当我知道 他们对我愧策已久的时候 那我还真不敢去帮 也许这个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性格不一样吧 我认为就是 从我刚才刚才已经讲了 也就是说你认为 你跟他们 就是你跟你的前任 两位女友的相处 问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吗 我自己想是这样的呀 你在前期当中跟编导说 满分是十分 在三个女人之间 做一个权重比较 怎么比较啊 前女友三分 初恋女友三分 现女友四分 对 是这样做的 是这么做的 你也觉得没错吗 这三个人 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除非爱情这方面 因为我现身女友 只有那个 一是爱情 但是我可能 这个爱情站的 比较少一些 也会更多 如果王林 你爱他吗 如果王林要求说 不行 你要跟他们化清边际 你会吗 从我这讲的 对我个人最重要的 第一是亲情 也就是爸爸妈妈的 一份孝心 第二的是友情 我周围的很多好朋友 第三才轮到的是爱情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他这要求 你不予支持呗 不能说是完全的 否定他吧 你这不明明是亲情 放在了 这个友情 放在了第二位嘛 然后爱情放在了第三位 不就是否定吗 三位老师 王菲啊 我一点都不怀疑 你是否花心 我觉得你肯定 不是个花心的人 你一定是个好人 只是没有原子吧 我一直认为 在感情上 对于前任女友 应该老死不相忘了 因为人 毕竟是感情动物 他不可能做到 百分之百的理性 很有可能 就会死回复燃 这样说吧 您的前女友 有个人打电话 问您 那个 有个事 那个等等 你会马上拒约他 不行 他留电话 我不会说不行 他不会接 我是直接掐了 他会不会接 我不会说不行 因为理智上 告诉我自己 很多情况之下 言语一多 交流一多 人的决定 就会有所要 我帮你做一个 证据补充 前文人家刚才 不就说了吗 又要跟他好吗 不死回就复燃了吗 你没复燃 人家复了 对啊 你容易让女人 产生错觉 那接下来 我就问你 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个 它上面是写 最想挽留的是 限于右 最难忘的是 前女友 最默契的是 初恋女友 而且你做了平分 是三三四 请你解释一下 这个权重 三三四 为什么那两个 给三分 为什么这个给四分 跟我解释一下 好吗 因为我的限量 现在多了那一分呢 就是爱情 也许这 也许这一分的爱情 不像一分的 占的比方那么小 那你干嘛 要愚蠢的 去做出一个 什么权重比 叫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让你 现在女友 听起来 那心里会多难受 那干嘛去比呢 有一种男人的人生啊 就是永远 陷入一个 泥潭里 纠缠不清 他以为 纠缠的是别人 最后陷进去的是自己 我也很佩服 那三个女人啊 有一种女人的人生 好像就是为了 被这些纠缠不清的男人 给耽误的 干嘛呢 找感觉吗 PK吗 我觉得最不能理解的就是 女人怎么会认为 PK来的东西会是好的 这样的结果 事实上是我不 我不想来看到的 我真的认为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请跟前任 老死不相往来 假如说吧 那个就是有一些事 您只会跟您的亲人来说 不会跟您的朋友来说吗 准确一点来说啊 我不知道这一点 黄欢老师是否认同 我一直认为是 男女之间是不可能有 百分之百纯洁的友谊的 这绝对不可能 像那些人说 我能控制住自己啊 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啊 我能分得清楚啊 可是你能控制住 变自己 这样说 如果说您现在有 就是有一些问题 你想说说来 或者说你有什么伤心的事 你想跟人说的话 除了你的男朋友 你还会跟谁说 除了你的家人 不好意思 我有同性朋友啊 我最奇怪的是 那些女孩都没有同性朋友 而且还以跟同性作战为热 不是这样说吧 您刚才说吧 如果说你周围都是同性朋友的话 那您没有一性朋友的话 我有一性朋友 但是我绝不会 以破坏为热 他们刚刚两个人打电话 和两个人站上来的目的 已经是在宣赞 不是出于散意的 如果我今天有什么事 我找万峰老师 肯定是顺便 我们可能讲两句说 我最近遇到什么事 能不能替我解决一下 那一定是散意的 我不会说 万峰老师 其实我心里是暗恋你的 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跟你的老婆PK一下 我来教你谈心 你现在你说了这么多 其实有这些情况 你也不会说好来的 你就是一个没本事的人 不好意思 我还真是有什么事 我都可以说的一个人 有谁能说的话 全都没说出来 所有 所有暧昧不明的人 都是心中有鬼的人 王菲 所有敢 关明正大说话的人 都是心里躺荡的人 你现在 你知道你现在问题在哪吗 确实是你的前女友 用这样的方式 在破坏你们的关系 你认为没有错误的处理方式 造成了三个女孩子的一些误会和误解 刚才我不同意的图老师说的 你不花心 我觉得你很花心 为什么你有 你有现在这个情况 我认为就是这三个女人灌的 把你灌坏了 那是不像话不可能 你觉得那次话也太过分了吧 我怎么过分 别急 我问你说话 还有这位女老师 我想问你一下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不是说让你们来 说我们来的 您知道吗 你叫我们说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说我们 您又经历过这个 我没说你坏话 我说你坏话了吗 我今天您说我朋友的话 让我觉得听不下去了 老爷子 老爷子 我不跟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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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上来挑衅 来 你站在这儿 来 我们把三位姑娘请出来 来 有请 站在这儿吧 小张那个特别激动 我也不太理解 怎么了 那么大的委屈 我不是委屈 我是作为一个朋友 一个真真正正 十几年的朋友 我觉得三位老师 我刚才写给您道一个歉 我也不是说冲您 我只是觉得您 第一 您是专家 您是一个 我们既然上了这个节目来 目的就是说 让老师能够给我们 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您想想 他后边还有两个女朋友 您要真的要来跟他们争 您自己是不是自贬身价 赢了又怎么样 不觉得一个男人 把你们三个人排在这里 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吗 对爱情和对你自身的侮辱 爱是自私的爱是专一的 到这儿了 我还告诉你说 我永远不会给男人 这样的机会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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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 我认为啊 我今天是第一次站起来 坦说的来说 不管今天在言语上 有多露骨 或者是多伤害人 首先一点 作为言词上的一种理性表达 可能会有一些伤害 我们对此说声保险 今天的话说得再厉害 更多的是希望 三位女孩的幸福 所以没有必要为死而争论 或者是抢来抢去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 不需要我们三位的帮助的话 我建议我们现在离开 我现在就不做了 都战斗走了 你们特别能战斗的 一个战斗集体 把专家都战斗走了 但是专家该说的 其实我觉得 大概就是一句话 人不管是在恋爱当中 还是在现实生活里 大概边际清晰 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连边际 都搞不清晰的话 生活会一团糟 咱们这样 一个一个的 来表一下白好不好 因为你跟他认识 时间最长嘛 又是好朋友嘛 来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有没有破坏到 你和王林的感情 我认为没有 那王林 我可以问一下 我有破坏到 你和王菲的感情吗 其实心里有些 是一些建议的 但是我觉得 朋友之间 这么多年的朋友 能相处下来 不容易 能有一个 认识之间的 异性朋友 他能 你能传达给王菲的 东西 可能是我传达不了他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们俩接触 我某些方面是介意的 某些方面 不是很介意的 因为我珍惜 你们之间的友情 那我想说几句话 跟王林 王林 也许你介意的事情 怎么说呢 不是你想的那样 也许你觉得 你和王菲之间 有很多事情 是他不愿意跟你说 反而愿意跟我说的 当然我想利用这个平台 把这件事说清楚 你们两个 不要因为我误会 我跟王菲 十几年的感情 十几年的同学的友情 我喜欢他 也许 也许现在在场的各位 都不理解 我喜欢他是哪种感情 也许是 朋友哥哥 我看见王菲刚才 不好意思 没事 我刚才在这 我冲上来的原因 大家不会理解 因为 就是指责自己哥哥 站在台上的感觉 指责自己最铁的朋友 我今天来 我因为王菲 我在下面坐不住 如果他们是说我 我不会这样 这就是 知道你说这段话 我想说什么吗 跟我们说什么 其实不重要 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但我希望王菲能明白 他不要再 你不要希望他明不明白 他可以有他的要求 你凭 如果你承认 他是他现在女朋友 你凭什么去 管他现在女朋友 对他提什么要求 未来他有资格 跟你老公提 说张卓 你老公 比如说你先生是我 他有资格跟我提 我们夫妻之间 是夫妻之间的事情 其他的朋友 没有什么资格跟 跟他的老婆提什么要求 靠家的朋友是一辈子的 那是你们的事 但是我就说 我希望大家把编辑搞清楚 今天的难堪局面 就是因为编辑不清 连续你认为你的编辑很清 但是今天有人编辑 确实是不清楚 我可以你也是一个女人 如果你的先生 有这样一个红颜知己 你心里舒服吗 所以我就说 我们表达自己的心声 而不要求别人什么 这就是今天这个节目的目的 这样吧 你们表白吧 一表白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表白吧 好吧 那我就说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 我会跟你说我喜欢你 但如果你有女朋友 你永远都是好朋友 我认为啊 咱俩一直都是好朋友 因为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 我和汪林来吵架的话 我跟他是说不明白的 我只会跟我自己的朋友说 也许你更了解我一些 也许我就会跟你 多说了一些 你跟他只有友情 对不对 对 做一辈子好朋友 对吧 对 OK 行了 谢谢张诚 来 请回 小天 表白 我觉得我们大学四年的生活 很幸福 我不会忘记 我想你一定也不会忘记 现在你们俩没有结婚 我并不是你们俩之间的小三 你们的 你们的感情出现问题 也不是由我造成的 但是对于你 我还是不会放弃 我想我们一定会在一起 这样说吧 这个天文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只是我之前的女朋友 因为现在 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不希望 你再打扰我和王林之间 如果说你拿我当哥哥的话 或者说是拿我当同事 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关系 那应该保证 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曾经有过 天文还有什么想说呢 古雷先生 其实问题挺好解决的吧 就是真诚对待嘛 现在其实才轮到真正你们的问题 包了那么多层盒 包完了全是外面的 就像田文所说的一样 如果你们之间没有问题 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我们一起进入踏浪 旁观者清 那位是王菲的朋友是吧 其实王菲 我觉得她是 不是说没有责任感 而是责任感太重 有点没话分清 女人一般在分手之后 她都会说 希望你不要忘记我 就是希望我以后 有事找你的时候 你能帮我 但是 你帮吗兄弟 我要分事情帮 你知道分事情 你哥们就不鼓励她分事情 这就是她太有责任感 但是我很看好他们的 其实不是不看好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今天特别急吗 大家都是明眼人 谁敢说张卓那女孩不喜欢她 你们谁能从她的眼里看不到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那么炙热的爱 你们看不出来吗 真的没看出来 就说谎吧 你没有上场的时候 我们在这讨论 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男人 让这么多女孩去喜欢她 但是你上来以后 看到现在 我觉得你挺不爷们的 你的朋友说你有责任 有责任心 其实我觉得你没有责任心 你要有责任心的话 你不会让你的女朋友这样 你如果有责任的话 你应该让你的女朋友 天天开开心心的 无忧无虑的 你知道我经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看我媳妇怎么说 当你的第二个女朋友 刚刚在台上都说出了 说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你的现在女朋友就在这站着 你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你也没有拒绝她 这就是大家提醒你的 界限 可能我周围好友同事 也会有一些朋友 这个界限定在哪里 你真不懂吗 你除了这两个异性朋友之外 没有其他的异性朋友了吗 有 那怎么他都没说这些呢 怎么都没出事呢 明白咱们之间 以后是最亲近的人吗 你明白这句话吗 真真正正正正正进你的心里 你能懂吗 你懂吗 别问他了 我在问你 你懂吗 你懂吗 你能回答我吗 你懂吗 谁跟你是最近的人 谁跟你是最亲的人 谁跟你是最该你去把握住的人 你懂吗 不是我不去说 不是我不懂说 只是我不想说 我希望你懂 今天有些话 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的 但是我希望你有一天 你会明白 来 黄金六十秒 来两位 实际上 我想对你说的 我周围这些朋友 确确实实在我心里 根本占不到你分量的一半 哪怕是十分之一的重量 记得手上这个戒指吗 这个戒指你给我买的时候 你说上面有英文字 英文是 F-L-O-W-E-R F是我 L是你 O-W-E-R 是我们 当时也许是你把这个戒指 戴到我的无名纸上 我已经解消了 如果说你希望我周围 没有任何硬朋友的话 我可以为你做到 我希望你明白 亲情 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三样东西 随兄 随众 张卓跟你之间 我相信你们有一份 纯真的友情 但是某些方面 要花清界限 前任女朋友 如果你心里没有什么 为什么还藕断私连 我认为 男女朋友分手了 就不可以再做朋友 因为曾经有过感情